一二一一向下的 其他三隻電動車的新勢力都下跌 不過其實見到國務院 星期五收視之後 就出了一個新聞 國常會就說到 決定延續實施新能源汽車 免徵扣車稅等的政策 大力建設充電樁 其實他們就是 繼續延續著的主軸 就是促進大宗消費 希望振興消費 但是見到出了這個政策 說繼續延續 但是車股都是向下的 我猜你都未必建議大家買的 但是如果有貨的 又應該怎麼處理 有貨怎麼處理 做好風險本定好的指銷 其實真的看看你哪類型的斜股 如果你那種造車的新勢力理想 為小利那些 我想我會比較建議落車 那些波動性真的比較大 短線的調整壓力 是會深很多 如果你在比亞迪上面 又看看你什麼遺詐 如果你300元樓上去駕 因為他入場費又比較高 可能對一般生物來說 我輸20元已經很痛了 你再輸多10元的話 怎麼算好呢 是會有這些狀況 這些都可能會臨走 但是如果說像長城吉利那些 短炒 那些都很殘 可能有機會彈一點 那些就彈一點才走 但是問題就好像今日正在彈 可能距離走差不多 所以我想車股上現在不會一概而論 如果你一概而論 整體O4的概念就是要抱長線投資心態 選擇一些質素比較好穩定的股份 一定是給亞迪 做不做到分駐給亞迪 這個的確是不容易的 做不到的情況下 你要改變這個部署策略在這裡 我覺得首選給亞迪 其次枉棄這些 但是短線都是要回的 暫時來說 先分清楚自己做中場短線 以及駕駛什麼類型的汽車股 千萬不要想著政策扶持 就等於一定沒事了 政策扶持就由5月開始扶持了 現在就是可能那些成效出來了 看到了 但是也開始慢慢減退 幫不了 現在最主要就是幫不了手 可能在怕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車股其實未來8月份的銷量 他們公佈的營運數據上面都很關鍵 但是距離公佈在接近兩個星期的時候 這兩個星期市場可能會以鏡為主 特別的供應鏈問題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所以車股短線走勢上面都比較淡一點 我覺得